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满大街不愿显的辫子,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,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了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变,也被称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而作为古都的北京在这场变局中,因为身处内地,又是皇都所在,有着许多固守的传统。 与广州、上海、南京等比起来,一切都开始的较晚,在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,北京因为历史的包袱太多,以至于较为吃力。 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时间里,一直强制汉人剃头流变,作为臣服的标志,辛亥革命爆发以后,先后独立的各省,都将剪掉脑袋后的辫子,作为了革命的标志。 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,在清帝宣布退位后,不久便通令全国检变,资查通都大意检变者一多,至偏相辟让,流变者尚复不少,养内务部通令各省都督,转于所属地方异体之息。 凡未去变者,于令刀至日限二十日,一律剪除境界,有不尊者以违法论。 这条命令尽管对简变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,但到了北京,却效果大折,一直到1912年,民国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国庆日,在北京举行纪念会的时候,现场依然有不少人留着辫子入场。 1912年10月18日的申报上,曾就此事做了如下报道,会中有数人垂愿入场,或被人劝告简去,或被人强迫简去,或其余发发黄奔去,且有因剪发而哭妈着,种种怪象,不可单数,并闻是日,会场中有破令游人简变,是将冲突者, 劝经粮食以手术剪发自由,不便强迫竖条,粘贴门内,重视施然。 许多人为了不被剪掉辫子,费尽心思地将辫子盘在了头顶,藏在了胸前,藏在了领子里面,以至于到1914年的时候,北京城内剪辫子的也没有多少。 万般无奈之下,北京政府又在1914年7月,颁布了劝戒简变条规,这条规定发布以后,效果如何呢? 我们可以看一下1914年7月12日申报的报道,近日经内各白话报登载,工商界中,剪发之永远,每日常不下数十人,下至幽灵走足,无不除就不行依然剪去,乃下流社会剪发者虽已不少, 而上流社会未剪者上居多数,客闻参政院参政中,尚有长脱发辫者十数人,国使馆中资馆长以下,未剪者已有十数人。 在当时的北京城里,那些越受到传统文化禁营的,所谓上流人物,反而一族心态越重,舍不得自己脑后的尾巴,在城内这些一老一少们,迟迟不愿剪辫子, 在较为偏僻的乡村,留辫子的更多。 一直到1916年袁世凯都死了,北京城内依然有许多人留着斌子不解,对于这些不愿意剪辫子的人,除了身体发呼收逐父母所谓的脱丝外, 更多的是早已经忘记了汉人脑袋后,脱着的这根辫子是怎么来的,早已经不记得当年替发刘辫时的种种暴行, 忘记了民族的屈辱,反而将这根辫子视为了一种故旧,恋恋不舍地不愿意剪掉了。